歌手藤格尔唱哭了我,华晨鱼电燃了我 看了好几年的歌手了,还没有哪一次能让我流下眼泪,每当我看到观众席上有人哭的时候,我都会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吧 可当自己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时候,就会无以言表 华晨鱼我听他的歌不多,知道他也是从花儿与少年上知道他的,给我的感觉是个火星人 但这次华晨鱼在歌手上面的表现让我眼前一亮,是个很有态度的歌手 就像我管理中所表达的,不论你对我的外表还是内外所理解的,都是是你的理解,我还是应该坚持自我,勇往直前 彭格尔格尔之前给小编的印象就是老艺术家,很刻板,没想到他原来是个内向的人 在歌手的歌手上 在歌手的篷与主演说的宽隆鱼 土鱼突然给我一种萌萌哒的感觉,以后可以管他叫萌叔了 他的歌声原本似乎就是一种乐器,信人心疲 听了腾格尔的歌,就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家乡,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们来说,最思念的就是家乡 听腾格尔刚唱完一段的时候,就莫名地潸然了下,就和当时的集结一样 感谢点赞,关注,如果你也思念家乡,就努力加油,祝大家工作顺利卡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